是背景被炒作 甚至父亲的感情世界也被讨论 蔡英文选择理性面对 我父亲的一生当然他有不同的阶段 他有很多的感情的事情 但是上一代的感情你就必须去尊重他 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对他的太太也好 对他的小孩也好 他都尽了一个他应该尽的责任 他对小孩的教育 他对小孩的照顾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种他给小孩 有这种足够的这种信息 还安全感的情况 他造就了他的小孩 其实是一个身心平衡 有自信的小孩 这个是我觉得我父亲给我们最大的资产 我是希望每一个台湾人都带有自信 也有一种被照顾的安全感 这是政府的真正 就是这样讲的 年轻人该有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了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再特别去 一定有恋爱的故事嘛 可是总有一个人在你心中驻足过吧 就是说没有也算是缺能 从政后 唯一回应过的感情 是留学康乃尔期间 有一位论及婚嫁的优秀男友 媒体曾报道 这位男友因车祸意外顽固 对蔡英文打击相当大 蔡英文事后私下更正 并非车祸 而是登山意外 等于间接证实了这段 令他心碎的恋情 他生长在汽车修理厂的家庭 老家位子就是现在 台北市中山北路上 金华酒店前的喷水池 他从小就在这里出生长大 父亲蔡杰生是屏东 方山丰岗人 年少时曾经到满洲国 担任机械技工 二战结束 日本投降之后回到台湾 做进口车的维修业务 专门经营驻台美军 跟外籍顾问的生意 后来赚了钱 又投入房产建筑与饭店行业 在中山区一带 买了不少地产而致富 不过随着人生 不同阶段的发展 蔡杰生有多段的感情婚姻 蔡英文母亲是最小的 而同父异母的十一个小孩里头 蔡英文也排行最小 算是备受疼爱长大的 念台大法律系的时候 他跟同班同学 台湾首富蔡明忠 是为二开车上学的 不过蔡英文强调 当时家住杨梅山比较远 父亲给的交流工具 就是上学用的 父亲也坚持让他 从小念社区的公立学校 不过面对现在 对手把蔡英文行诉成 民进党最有钱的总统候选人 他说跟国民党比起来 那真是差很远 更何况他也从来 没有攀附着任何政党权贵长大 而是靠自己读书与努力成就专业的 接下来透过蔡英文做早餐的过程 一起进入他的居家与人生成长过程 今天我们来到永和 要来拜访蔡英文主席 嗨 主席早 你见你早早早 现在八点半 叫你了 欢迎 你好 你好 你们在早餐会吗 我们还没有早餐会 等你来吃早餐 你们要喝咖啡 好 在永和熟悉的厨房里 蔡英文的活力早餐 从咖啡开始 你们早餐一定会喝咖啡吗 一大早 对 我有时候喝冬茶 夏天太热 冰咖啡是首选 你要不要喝冰的 好啊 你会冰冰冰糖的 好红 这就是云林的快乐猪的 哦 这个叶包 云林的快乐猪 对 他们的在地景气 这个鸡蛋也是来自台湾的木钢糕饼 因为这个 就是我哥哥去采满的 我们家做采满的 真的啊 不是你嫂子哦 我哥哥比较有空 他质责照顾猫 哇 还做早餐 单身的蔡英文和哥哥嫂嫂一起住 是蔡家11个孩子里头最小的 尽管父亲蔡杰生被单一欺世 但他说自己充分得到来自父母亲完整的爱 那你小时候的早餐谁做 妈妈 妈妈啊 但是妈妈做的早餐呢 所有的材质啊 我小时候其实买乖的哦 我有一时候早起的时候 我妈还不起来 我就会先帮她把你放下去 再吃饭 怎么应该要很久啊 责任的 辛苦的 辛苦的嘛 妈妈要帮助小孩 还要帮爸爸做事业 我妈的 他还要帮忙做事业啊 还要做啥 我爸爸做什么 他就要帮他的 那我爸爸开工厂 这个工人要吃个饭 就是我妈煮的啊 我记得她是 她的工厂是日以继业的座 日以继业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 她常常要赶夜班 因为客户的车子要急着用 她常常要赶夜班 她赶夜班的时候呢 她的工人们都一起跟她赶夜班 我们小时候最 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说 我们是要睡觉的 外面那个敲打的声音 轻轻康康的声音 就是说我现在 在什么样的情况 我都可以睡觉 其实那个是一个蛮好的训练 也就是说 我习惯在那种晚上非常多的敲打的声音里面去入眠 那我的母亲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她不但是要照顾小孩 她还煮饭给工人吃 那尤其是加夜班的时候 她还煮小夜 那那个年代 其实是没有瓦斯的 她必须用柴火 她常常柴火烧不起来 那个柴火的时候 那种很焦虑的那种心情 她有时候 她后来跟我说 我们她都会流眼泪 她那个时候她都 她都没有办法辨认说 她那个眼泪是被烟熏的 还是因为她心里焦急 说这么多人等着吃饭 她生不起那个火 就掉下来 所以她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艰辛的 她们在跟同一个世代的台湾人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在战后百叶萧条的时候 试图创造出来自己的一个 一片天地一个事业 那她们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 白手起家的台湾人 那我也非常感谢 就是说她们让我们 在成长的过程中 能够一时务一 但是她从来没有惯怀小孩 她希望她的小孩能上工 跟一般人受一样的教育 她也不希望她的小孩 过那种过度安逸的生活 至于我们在事业上做什么 她们只要求我们做一个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的人 做有用的 所以我的哥哥姐姐很多都是专业的 有些他们有的是生物 有些心理事 那我们也都秉持了我们顺利的期待 因为我们支持我们 好了我们要放鸡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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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的早餐很英式 培根 雞蛋和吐司 蔡英文熟練的展現廚祭 平常如果早上太匆忙 她說她會到便利商店買肉鬆飯糰 因為媽媽經常包肉鬆加醬瓜的飯糰 她吃這一味一路吃到大學 你是十幾個兄弟姐妹是住在一起嗎 沒有嘛 所以就是你跟姐姐嘛 對 阿公 阿嬤 還有阿公 阿嬤 所以你媽媽照顧公婆 還要照顧一些員工 還要煮大鍋飯糰的吃 我阿公會常常從行動上來 都會跟我們住一陣子 她也幫忙帶小孩 因為我最小最差就是 都阿公待在身邊走來走去 我會陪我阿嬤吃檳榔 他吃檳榔我坐旁邊 我爸爸以前坐車子 有時候有外國人把車子開來給爸修 看到我阿嬤在那邊吃檳榔 蠻嘴紅紅的 然後有時候會吐一口那個 外國人看了以為他在住學 很緊張 趕快叫救護車 這就是自己的 太太好奇怪 蔡英文敘述的家庭生活 是非常台灣在地的三代同堂 有時候爸爸也會開車 載他們回到屏東 那我是因為家鄉在屏東 所以我爸爸每一年 都會帶我們回去那個 封港 封港 所以那個縱關路 我們就可以先帶他走 台藝線 台藝線 喔 那這樣要走很久呢 開車大概要開八個鐘頭 那時候 你爸開 我爸開 你媽幫忙開 我媽不會開車 但是爸爸對你的影響 比媽媽多好 其實差不多啦 你看我現在那個 煮飯啦 那個做菜啦 很多都是憑我 跟我媽媽的那個記憶來做 他是很會煮飯的人 他的 我爸不常在外面吃飯 大部分都在家裡吃飯 因為媽媽會做啊 所以你看 女人抓住男人的位是很重要的 你也不能這樣講啦 我媽媽其實是一個 很想要有自己的生涯 事業的人 但是她也知道說 在那種傳統社會裡面 她很多事情還是要回去問我爸爸的 所以 所以為了這個家也犧牲蠻多 我媽犧牲蠻多 她自己其實是一個 我媽其實是一個很堅強 獨立的女性 但是在傳統的社會裡面 還是有些事情還是要去問我爸 所以她沒有逼迫你之前 就是傳統觀念 要你結婚啊幹嘛這種 沒有耶 其實他們 其實他們兩個算是蠻開通的 那些事情 可是你以前年輕的時候 交的男朋友啊 那個你爸爸一定都不滿意 我爸 我爸對他的兒子女兒的那種 婚姻啊 對象啊 他只有一個原則 不要給他人麻煩 為什麼 其實他其實是一個蠻 不會太管小孩子的那個爸爸 所以他基本上會尊重 對 人家是少一塊 少一種人念法律 對 對 那你也很聽話 那也是我們商量了很久的結果啊 我不要想念歷史 也想念考古 但是我爸爸說 你怎麼這樣子怎麼能養過自己呢 聽爸爸的話 念了台大法律 又上了美國康奈爾大學 與倫敦政經學院等名校念到博士 人生從沒想過從政 卻因緣際會的邁向總統之路 對於國民黨批評 他是民進黨有史以來最有錢的總統候選人 他說這根本就是選舉操作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民進黨有史以來最家庭環境最好的一個候選人 但是跟國民黨比起來 那真的差太多了 那尤其是兩黨在這個政治上的禁止跟選舉的過程 你看到的是國民黨這種上百億的這種在每一次選舉的投入 那個是沒有一個任何政黨 沒有任何一個個人 可以去批低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講究的是一個社會的民主 是一個公平的民主的話 這個黨產的問題其實才是真正 台灣今天民主發展一直不能夠走上一個正常的軌道 那我們的選舉的競爭 不能夠維持一個公平性的真正的所在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提這個 只是暴露出來它的一個很膚淺的心態 家事背景被炒作 甚至父親的感情世界也被討論 蔡英文選擇理性面對 那我父親的一生當然他有不同的階段 很多的感情的事情 但是上一代的感情你就必須去尊重他 但是我覺得我父親對他的太太也好 對他的小孩也好 他都盡了一個他應該盡了責任 他對小孩的教育 他對小孩的照顧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那也就是在這個 這種他給小孩有這種足夠的這種 這種信息還有安全感的情況 安全感 他造就了他的小孩其實是一個身心平衡 那有自信的小孩 那這個是我覺得我父親給我們最大的資產 你給大家的台灣夢是什麼 我是希望每一個台灣人都帶有自信 也有一種被照顧的安全感 這是政府的責任 點亮台灣 Fight up Taiwan 蔡英文感謝父親帶給他的自信 與安全感 而母親則是他堅毅性格的學習榜樣 因此蔡英文在2012年總統之一敗選之後 反而是更沉閒的到台灣各個角落 進一步接觸與了解人民的生活與處境 所以他的足跡踏遍高山與海洋 更經常出沒在某個產業聚落裡 這位蔡博士像海綿一般的到處吸取養分 她說自己人生的典範人物有兩個 一個是精通談判的美國貿易代表白欠福 另一位則是花媽陳菊 非民進黨傳統街頭路線奋斗出來的蔡英文 對陳菊非常的推崇 她說陳菊從18歲投入民主改革 然後台灣每一個民主關鍵時刻都有她的身影 而且還能夠當優秀的行政首長 實在是太令她佩服了 好 蔡英文的典範人物都是女性 女性當國家領導人現在更是畏尾風潮 蔡英文認為自己跟德國總理梅克爾最像 都是教授出身 也許群眾魅力不是長相 卻都在理性當中帶著勇敢改革的信念 她說這才是治理現代國家所需要的典型 繼續我們從蔡英文這四年的一步一腳印 好漂亮喔 這一根好漂亮 你相不相信這個一門我從頭到尾沒有做寵壞房子 真的啊 可是看起來很健康啊 我找一個你們上去吃一個 好漂亮喔 這一根好漂亮 差不多 真的啊 對 這樣可以嗎 這個可以嗎 對 還可以 這一雙鞋 對 還要再細一點 我有一雙鞋已經穿了6、7年了 我還在穿呢 我們最怕遇到這種客人的 但我們都沒生意 所以我不是好客人嗎 不是… 我從小在南庄長大 是我的阿婆帶大的 然後她對我的期許就是要讀很多書啊 然後就是這樣回來 這是客家的傳統 對 客家的傳統 小孩一定要念書 我是很有感啦 因為我自己從小到大學習是有障礙的 所以在我們既有的教育體系裡面 我是掙扎出來的 只要我們有共同的信念 台灣一定可以站穩腳步 接好未來的北一球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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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跳到海裡是另外一件事 這幾棵 幾棵 現在喔 草力所有的這些都是啦 這算是台灣最大的壓力嗎 對… 我告訴你 你要有出血 如果沒有壓力都在外面 像這樣 這樣 這樣 對 對… 這樣這個出血就對了 這個出血就對了 對… 對… 那這個治療是用什麼做的 治療最大的 它的營養成分是貧粉 貧粉 貧粉 平常都是那個外面 美國科學大學醫學研究中心 請他給我們福德 對… 要怎麼吃風味 口感 營養成分 要怎麼訴求跟人不一樣 對… 好… 這樣… 這樣…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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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對… 因為魚在海洋 細菌很多嘛 我們利用清水跟鹹水 順口那樣不一樣 不一樣 它都會細脫落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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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這樣等車 更不用用魚 這是海上牧場 沒有用藥 強調有機 老闆因為罹患大腸癌 存活下來之後 決定要為台灣人民 做出最健康的食材 也算為自己贖罪 至今燒掉22億 依然不後悔 在澎湖這片清澈的水域 我看到了一個猛狼 用牠最大的心力 養出健康無毒的魚 我們這個開會便當 有時候也是從天色來 因為天色的比較貴 喔 哈哈 貴喔 對… 你要吃油漆 貴就有道理啦 貴就有道理啦 我還很好 我跟現在都了解 我還沒有賺錢 我如果賺錢 貴就貴了 請你來領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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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2012總統之一 敗選之後 四年來 阻擊踏遍了台灣各個角落 跟所有的在地人民 有最近距離的接觸 了解民意 只是一個政治人物 最根本的態度 蔡英文內斂堅韌的性格 在2008年民進黨最低谷的時候 接下黨主席最為彰顯 那這個時候的主席 真是看盡了很多人的臉色 你也要讓社會去同情你 支持你 那甚至於小額募款 你必須要訴求這個社會 對你的認同 甚至甚至你的同情 那我們才能夠有小額募款 讓民進黨有一個再生的機會 對 那我以前曾經講過說 我總覺得我有點像 政治人物到了一段時間 有點像瘟神 尤其是一個弱勢的政黨 當你出門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害怕說 今天被來特急 第一個可能是來特急 第二個他覺得他接待你 可能要被國民黨知道了 或政府知道了 他會被打壓 OK 所以我都還記得說 我去看了一個人 他當然是很客氣 所以我相信他也是真心支持我們的 他也很客氣的請我們去 可是他馬上把門關起來 窗簾拉起來那種感覺 你當然很感謝主人對你的接待 但是你同時也寫了說 真是讓人興趣 那是08年 那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一般人覺得民進黨是一個不一樣的政黨 那大家對民進黨的信心跟支持也都不一樣 看我們的眼神也都不一樣 就是門打開窗簾拉開 現在比較趕 比較趕 但是這種白色恐怖延續以來的這些感覺 在台灣社會老實講還是存在 還是存在 忍辱負重終於柳暗花明 蔡英文說他人生的典範人物有兩個 一種跟你很像的那種專業取向 那90年代我講過 我非常敬佩一個人 就是曾經是美國貿易代表署的貿易代表 談判代表 那他就是很典型的那種談判者 一個最經典的談判者的那種 他可以處理各式各樣不同的貿易的利益的衝突 而在衝突中去找出大家共同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 讓整個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可以往前走 這個是一種專業上的 那另外一種典型 老實講 在我們身邊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菊姐 她從年輕的開始 義無反顧的投入台灣的民主化 她是一個革命家 雖然是說她投入的時候才18歲 是個很年輕 可是她在台灣最關鍵的每一個民主關鍵的時刻 她都在那裡 那她不但是一個可以帶領台灣民主發展的人 而且參與其中的人 她更重要的是她還可以做一個好的首長 不論說做老委會的主委 或者是做高雄市的市長 她都做得非常的精彩 她的團隊是能爭散散 所以這一種就是說她有那種承擔的勇氣 還有那種治理的能力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典型 感覺是有大姐大的風範的 對 她對於她對於她的後勁包括我 她也都激盡的幫忙 她做得到的她都會無私的來幫忙 她對這個黨應該要走的方向 這個黨需要她的幫忙的時候 她都會有無私的一種態度來面對 所以你看我們看到現在這些女性都很傑出 台灣也是剛好兩個都是女性的候選人 你覺得你跟我剛剛前述兩位 你覺得在性格上的差異會是什麼 我覺得在這個 你剛才講的希拉瑞 她是一個很早就涉入政治的一個 一個傑出的女性 她的先生也做過總統 她現在準備選總統 所以她在政治上的歷練 其實她是一個很長時間的歷練 我相信她要做更進一步的政治上的衝刺 也是在她心裡是胸有成竹的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政治上的女性領導人 其實是更值得我們去觀察的 也就是德國的梅克爾總理 她其實跟我講也是教授出身 她這種理性的面對問題 但是她在理性之中又帶了那種很勇敢的改革的信念 比如說她要走向非核家園 大家都同意德國所提出來的非核家園計畫 是最具去企圖心 她是需要一個領導人 她有那個企圖心跟那個決心去把它達成 她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 沒有一個人會忽視德國 或者梅克爾她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她看似是一個低調 以前是一個教授 她的群眾魅力也不是大家所認為是她的長項 可是她的治理 她的思考 她的決心跟她的決斷 其實這才是一個治理現代國家裡面 我們要看到的點心 所以你覺得你的特質跟梅克爾比較像一點 我相信是這樣 你是冷靜 理性 然後教授出身 但不是說一定有那樣的一個Christmas 但是她其實是非常符合在現代這個世界上 她可以達成目標 她可以帶來社會的改變 因為她有一個欺而不捨的精神 欺而不捨的精神 正是蔡英文扭轉頹式的本事與耐力 四年的城前 現在的她顯得更胸有成竹 足跡更是踏遍台灣各個角落 她的親切感未曾帶著激情 卻有著最樸實的感覺 即使在這一天 澎湖回台北的班機 延遲了將近兩個小時 她就是這樣靜靜地拆下眼鏡 自在地滑著手機 四周的部署員工們在她面前 也是這樣放肆的東倒西歪 小英有著自己的風格 不過蔡英文倒是自己的感情始終沒有著落 做大事的女性難道註定孤獨嗎 蔡英文感情世界一向神秘 之前其實有台大法律系的男同學爆料 說班上有不少人都追過蔡英文 但蔡英文很難追 媒體也曾報道說 蔡英文留美期間有個亂結婚嫁的男友 因為車禍意外身亡 據說蔡英文私下更正是登山與命 而非車禍身亡 這也間接證實這一段令她心碎的戀情 蔡英文被追問感情問題時 低調的她只願意透露 年輕人做過的事她都有做過 所有關於感情的記憶 她只願意放在心裡的某個角落 目前感情空窗 生活最大的樂趣與寄託 就是她的愛貓蔡翔翔 好 好 你看不行了 OK 要姿勢好看 啊 掉下去了 每天晚上隨意請的不是嗎 來 OK 來 不要這樣子垂頭上去 年初拍半年影片 愛貓蔡翔翔首度復工 任蔡英文好說歹說 蔡翔翔一派喵心人 懶得淋你姿態 惹得蔡英文好笑又無奈 意外露現政治場域之外 是個貓奴小嬰 說小時候常常手上就抱著一隻貓 走來走去啊 從小跟貓膩在一塊兒 蔡英文有個俏皮小名貓咪可 現在的貓老大蔡翔翔 是三年前立委蕭美琴撿到的受災貓 牽起這段忍貓情緣 我是蔡英文 這是蔡翔翔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當然我們生活中都需要一些伴 主席因為他自己也單身 那有一個貓小孩在陪伴他 我相信也是生活中有一點樂趣 畢竟主席要每天面對郭世如馬 很多很嚴肅 甚至是很蠻龐大繁雜的問題 那不管再怎麼嚴肅 其實只要他的蔡翔翔一出現 那他整個人就 你會看到他馬上就放鬆 把他放給他 要說蔡翔翔不只是生活調劑 也是蔡英文精神寄託 其次選舉行腳看到貓咪 蔡英文也總忍不住走下腳步 動弄一下喵心人 愛貓或許是跟貓的神秘氣質相近 而要說蔡英文神秘 非感情世界莫屬 我是這樣講的 年輕人該有做的事情我都做過了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再特別去 所以一定有戀愛的故事嘛 可是總有一個人 在你心中驻足過吧 就是說沒有也算缺能 可是我認識幾張 心中確實曾有過某人 這已是超經蔡英文 回應戀愛學分的最大尺度 但台大同學爆料 白淨秀氣安靜的蔡英文 倒是不少男同學 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 又回到最初的起點 記憶中你青澀的臉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一天 她個性也是很善良 然後也很貼心 然後家教也很好 追上人當然有啊 而且還不止一個啊 兩個人都說 你來做我的女朋友 那你要怎麼辦 愛的路上競爭者不止一人 而且都是同班同學 老照片分別做在 蔡英文左右的秋謊泉 陳嘉峻 都是當年傳最多的 護花歧視 陳嘉峻帥氣 但據說蔡媽媽 對溫文儒雅的秋謊泉 印象特別好 另外常跟蔡英文切磋 功課的楊盤江 也被傳是追求者之一 但已經是知名律師的 楊盤江跟秋謊泉 都否認青澀歲月的 曖昧情愫 只透露聽過蔡英文 真的不好追 她有幾個特色 就是第一個她家有錢 但是有錢卻沒有 然後有錢人家知名 那種價值沒有 那平易近人 那功課也好 喜歡念書 所以欣賞她是很自然的事情 聽說有幾位 有採取行動的 那我先寫信 不然就得到她家去 到她 三明山去那邊站港吧 到當間站港 你看滿冷的 很不厲害 而且撐不了太久 蔡英文 個性慢熟 不好追 家境或許也成了一道隱形門檻 回國從政後 唯一回應過的感情 是留學康乃爾期間 有一位論及婚嫁的優秀男友 媒體曾報導 這位男友因車禍意外頑固 對蔡英文打擊相當大 蔡英文事後私下更正 並非車禍 而是登山意外 等於間接證實了這段 令她心碎的戀情 或許是太痛了 就此封鎖心扉 或許是多數從政女性的單身宿命 無焉夢迴有蔡翔翔相相依為伴 只有蔡英文自己知道 不願公開的感情席題 那時 不再不再想你 感情世界生人物盡 蔡英文強調 選國家領導人 無關性別 也無關單身與否 誰能帶給國家人民 自信與安全感才是最重要的